我們今天要去佳麟罐 然後目前 有兩個還有一個 應該是Charlie吧 對啊 應該是啦 因為我覺得應該沒有 人比我們玩的 那我們已經算是比較 我們是壓隊 我們是壓隊 對 不行我們要趕快去場地 就是保護大家 所有的作品朋友 所以我還有帶泡成蛋 如果出事了還可以泡 好熱喔 然後一開始就是像走這種 很平坦很平坦的 氣場 有一點無聊 不過 這樣要走好像十幾K吧 就要像這樣 一直過溪 過溪 過溪 一直過溪 欸 好 好 然後後面這邊就 會越來越多這種地形 就是會越來越難過 因為會比較深 所以就可能要結伴同行 會比較好走 然後我們現在到這邊 就是會流口 然後我們是因為要去 監禮公 所以我們要走 這邊 然後 過幾天要去地方 就要小心 再看一看 有點累累 目前看起來 這邊的郡大溪 沒有到水很深 希望過幾天來一八號 水不要更深 那我應該就可以 比較輕鬆 抵達一達八號了 一八號 這樣 這邊沿路都是峽谷地形 所以 其實 這邊 就如果能高擾 就高擾吧 好熱喔 不然是陰天 結果現在 是大晴天 熱死了 這應該就是三分五溫泉 這是三分五溫泉嗎 喔 我們八個 三個 對啊 有啊 有啊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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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因為大學現在 有啊 有啊 四個 然後還有 三個的 對啊 那就是他們 這邊有一個流龍 應該吧 應該是流龍 然後這裡有一條繩 不知道是要幹嘛的 還蠻好奇的 希望趕快到嘉年端 加油加油 加油 我不知道這 是不是深潭耶 這感覺深潭好像沒有這麼小 對啊 對啊 溫泉 小小的 非常小 所以這邊應該 也是溫泉 對啊 蛤 咦 這裡也有耶 好吧 這個 好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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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溫泉 就看到一室溫泉的地方 再摸一下看看吧 嗯 好像不是欸 欸這個看起來應該就是囉 喔喔 會燙耶 會燙 還蠻可愛的 要圍起來 這個 要圍也不好圍了 對啊 對啊 很燙對不對 很燙對不對 會燙嗎 很燙喔 因為我有帶手燙 這會有點燙 哇 還蠻漂亮的 這我覺得看完大分 那麼塔達分之後 就覺得還好 囂張 亮亮小童 哇 溫溫的 很溫 好了 要進去峽谷了 然後這邊應該就是那個 碎石坡瀑布了 我們先往 左邊走吧 這感覺好像沒有繩子耶 會不會是又被蓋住了 看到這種 瀑布其實都不會開心 因為 最多是坦塌太多 導致的 所以要趕快通過 不然等一下 等一下 又塌下來 就會不知道 會變成怎樣了 就是我們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而不是瀑布會 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現在下來是要下喔 到腰啊 我去到腰 你們應該也差不多到腰 只有Sunny到胸口而已 胸口啊 沒有到頭啊 胸口啊沒有到頭啊 到頭 太過分了 對喔 該下這還要下 該下這還要下 到下還蠻 就溫溫 也不算溫啊 就涼涼的 深潭到了 真的是 該下水還是要下水啊 然後這邊是深潭 應該差不多40米啊 然後兩邊 兩邊都有落石 要很小心 因為 剛剛有一個很近很近的 差點掉在我們旁邊了 要小心 游過了深潭之後 這邊真的很多落石 我記得剛剛這裡有掉一顆 那這邊掉好幾顆 然後 然後 剛剛這裡又掉 很多 落石 欸 可是這裡 又有溫泉 好漂亮喔 然後這整片 也都是溫泉壁 只是要趕快落跑了 欸 你看這裡也有尿尿小桶了 哇 欸這裡都是溫的欸 哇 好棒喔 然後 然後 然後過了落石去之後 這邊就百花區 然後就是 步步為營慢慢走 這邊比較沒有落石啦 就是 就是要小心一些 看到了嗎 兩邊 這邊 左邊 右邊 都有 野心溫泉的路頭 超棒的 然後過了百花區 兩處 都有溫泉 有溫溫的 沒有到很熱 可是就是溫 這邊也溫的嗎 對 對 感覺有點像到海溫下過 欸 這邊好熱喔 哇 很溫暖欸 這邊 沒有岩壁都是熱的 這邊 沒有岩壁都是熱的 對啊 天啊 這 有一點燙了欸 對啊 好讚喔 感覺已經來到凱翁了 結果 剛剛猜的那個瀑布 不是 原來是這個 這才是那個 碎石的十米褲 感覺這個 應該沒有到十米啊 應該差不多 七八米而已吧 然後 他的繩子在左邊 我們要感謝 有前輩 架好繩 我覺得這個繩子很容易就 破壞掉了 對啊 你又綁一條 我多綁一條 橘色的 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能撐多久 對啊 因為其實紅色那條 他已經 蠻不多 因為滾拉了 對 所以其實 我又再架一條橘色 就給大家用 我也不知道後面還能再用多久 刺激嗎 好啊 好啊 啊那個好像就是那個 溫泉瀑布 那好像就是四號了 那個 那應該就是四號溫泉 我們先來這裡看看 這應該也是溫泉吧 這應該也是溫泉吧 這感覺好像 好像不太像是溫泉 我相信那一定是四號溫泉 我相信那一定是四號溫泉 一定是應該吧 有一點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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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泉瀑布 然後就是四號溫泉 然後就是四號溫泉 這邊的話 你可以稍微 泡一下 溫度 還蠻適合 還蠻好泡 然後 四號溫泉 上面還有這些 漂亮的 石灰鹽 先把那個溫泉花 很高 兩個人尿尿小童 超可愛的 好 有一點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我們今天下午離開也都還沒有 然後下午我們去到頭目的時候 回來這邊整個就壞成這樣子了 然後那邊其實都是別人踩過很急 其實看了心情都還蠻難過的 因為真的 我覺得就不要跟阿姨一樣 對啊 佳嶺端溫泉是位於丹大溪中游 總共有分為十個溫泉 不過我個人覺得應該超過啦 因為中間一大堆 其實我後面也不知道我走到哪個溫泉了 只是來到這邊的話 盡量不要踩這些溫泉蛋糕 因為這些東西一定會有人想來探訪 一旦有人踩壞了 後面的那些人只能看那些被踩壞的蛋糕了 尤其是這次228來的時候 就看到了有兩組的人上去踩 我們有勸阻 然後其實心裡也蠻難過的 如果只是在上面的石頭踩就算了 可是踩在蛋糕上那些要恢復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隔一年才有機會恢復了 感覺他玩得很開心耶 還在這邊游泳 我覺得這裡這麼冷 完全不會想游了 好像全團最開心的應該就是你了吧 天啊 你可以直接游到深潭了 你真的可以直接接深潭了 欸欸有落石 怪一點怪一點 幹 幹幹幹 欸 幹 你錄到了吧 幹 剛剛是在 蛤 蛤 嗯 二三十公分啦 可是那個 我覺得載下去你可能 就 我真的錄到了 我真的覺得你可能就 我們就會打119了 看到這邊記得之後來的話一定要帶點鹽盔 因為這邊真的很多落石喔